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的农产品外销市场 为了协助小农透过电商平台行销 中华邮政公司与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 吸手合作于爱邮购开设农粮署成中华邮政的联合推荐专区 让民众可以购买由农粮署推荐的台湾在地农产品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农产品外销市场 为了协助小农透过电商平台行销 中华邮政公司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吸手合作 在爱邮购开设农粮署中华邮政联合推荐专区 让民众可购买由农粮署推荐的台湾在地农产品 那我们跨离邮局 我们中华邮政公司一直都是各位的邻居 那我们在除了我们平常的业务以外 我们有特别人在现在讲都是网络行销 所以我们有建构了一个电商平台 就是我们的爱邮购 那我们的爱邮购是一个电商平台 那我们很高兴有找到我们在地 在地的挖毫米一个团队 销售我们的挖毫米 在我们平台向全国各地来提供这样的一个销售平台 玉里龙凤甲运销合作社 从2022年开始就跟花莲邮局合作 希望透过这样平台不仅推广农产 更结合了爱心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跟邮局这边来合作 就是从去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 关怀农产行销的这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很荣幸就是把这样的一个 活动的这个捐赠 做今天的一个仪式 那我们就是把每一乡所销售的这个捐赠10块给我们的部落 本着关怀农民积极行销在地农产品 期许发挥邮政优势 协助农民创造手艺 造福基层农民 善尽中华邮政的社会责任 辛勤小农也以实际行动发挥爱心 美卖出一箱捐食原作工艺 温暖社会需要关爱的每个角落 记者高中双玉政采访报道 中华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